好 我們繼續來看 他這裡講到極跟滅 那麼極跟滅其實就是生跟滅 只是這裡的差別在哪裡呢 前面都是一樣 那這裡的生 是生 這裡的死他就是滅 但是這裡死後會再生 生死 死生 還會再生 生以後又會有死 他又有循環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講的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就是生死死生 會生死生 死後會再生 生死死了之後會再生 生了之後會死 死後會再生 就這樣生死死生 生滅不已 那這個沒有 這個滅是滅後 生滅滅死後就不生了 滅後就不生了 所以這個這裡叫做生滅滅 這樣生滅 生滅 這個叫做 諸行無常是生滅法 這裡就是生滅滅 就是 生一定會滅 沒有那個生不滅的 可是重點是滅之後 就不再生 滅之後就不再生了 就沒有生滅了 生滅 滅後就不生 所以這裡是滅後就不生了 這裡的生 之後會有死 會有滅 滅後會再生 所以生滅滅 即滅現前 這個就是即滅 這個就是即滅的滅 那重點是你怎麼樣讓 生一定要死 生沒有不死的 即使佛陀 已經出生了 已經成佛了 他還是要經過死亡這個階段 阿羅漢也一樣 問題是死後會不會再生 這個問題 那死後會不會生 就是要看你生的時候 在生到死之間 做了些什麼 用了什麼方法 那麼 你還是依據過去的行為習慣 那麼你 你就是因為這樣生的 你就是因為這樣生的 你沒有改變 那麼 你就會繼續這樣生死生 生一定會邁向死亡 這個是正常的 這個任誰都一樣 只是時間的長跟短 十年 二十年 一百年 一千年 兩千年 八萬大節 時間長短差很多 但是不管怎麼樣 快 苦跟熱 長跟短 那麼他一定是從生到死 那麼我們用法的現象來講就是從生到滅 生滅生滅 生注意滅嘛 有違法就叫做生注意滅 就是生跟滅當中 但是現在講的就是 這樣的生面現象沒有了 那這個五印生生命的現象出現 生命的現象就是生死生死這樣的 那麼 就不再生了 不再生 重點不再生是因為不再受苦 由生而有的苦 生一定有死 生死之中一定有種種苦 那麼 這一些 苦的現象就沒有了 因為所有的苦都是因為有生命現象而有 那他的原因就是直取 就是愛取 因為愛取 所以 所以他這裡講 我們來看看 看看經文好了 所以他講到面 因為前面要知道 如實之色吉 色滅色萬色裏 他說多聞聖地子 如實之 那麼我們對照前面看 就是 於此無聞反不如 不如實之 色吉色滅 色為色患色裏 那麼 你 多聞聖地子 他一定是多聞 我們說多聞有兩種意思 一種就是 你聞的法很多 第二種就是 你反覆 反覆深入的 就是一次又一次的 確認理解 那麼這個叫做多 就是 你只知道無我 但是你不斷不斷的觀察無我 這個也叫做多 那麼你知道的很多 無常 苦 空 無我 緣起 勢力 中大 都知道非常多 但是不是你知道的多 那你就可以解脫不是 那麼就是你要能夠深入 像吳比丘他也沒知道那麼多啊 他聽的法 就是 也不多啊 那個 那個最後一個最粗的 最粗的 喬成儒 最後的虛把陀螺 都沒有聽很多 都沒有聽很多啊 他就是深入而已 就是非常的深入 那麼這個叫做多 那也可以叫多聞 像阿難這種也叫多聞 那這個多聞的意思不一樣 但是這個多聞一般 我們 並不是說 就是說佛講這個經 那麼你這個經很深入 那麼理解 那麼 就是反覆的 這樣去思維 無印無我 無常無我 苦空無我 就這樣去思維 就這部經一次又一次的 意詞 就是 送詞 受詞意念 那反覆的觀察 如實觀察 內疾 其心 那麼 如實觀察 就這樣一次又一次的 去觀察 若一日到若七日 那麼 這樣去觀察 那個叫做多 那麼多聞聖地止 那 如實之 就跟前面的 其實就是 如實之跟不如實之一樣 那如實之跟不如實之就是在 有沒有多聞 有沒有多聞就在這裡而已啊 所以智慧的 智慧的養成 一定是聞思修 一定從多聞開始 多聞訊息開始 你如果沒有經過多聞 這個聞包括文字 看 因為以前沒有用看的 以前就是用聽的 以前沒有文字 一定都是用聽的 所以 所以 一般都講多聞 那不講多看 那麼其實他一樣的道理 是一樣的 就多聞聖地止 如實之 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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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生死 怎麼來 那麼 一般我們講 這個就是緣起 疾跟滅 有陰有陰有緣事間 疾 有陰有緣事間 滅 講的就是這個 那麼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那麼這個是 無印的 這個是有陰有緣事間 疾 事間 無印事間 有陰有緣事間 疾 有陰有緣事間 事間就是無印 無印身心嘛 無印事間嘛 有陰有緣事間滅 就講這個啊 疾跟滅 就是緣起 那就是 疾就是苦跟疾 有陰有緣 苦跟疾 有陰有緣 滅跟道 就失地啊 那麼 用白話一點講 就是什麼 我為什麼在這個世間 出現在這個世間受苦 什麼原因讓我出現在這個世間 受這樣的苦 什麼方法可以讓我 不 不這樣 不出現在這個世間 不這樣受苦 其實就是這樣 就苦滅了 滅苦知道嗎 什麼方法 就是 什麼樣的原因 有陰有緣 什麼樣的因緣 讓我 出生在這裡受苦 那麼什麼樣的因緣 可以讓我 不這樣受這樣的苦 不再出現在世間受這樣的苦 其實就是這樣嘛 所以道就是滅苦之道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緣起 有陰有緣世間疾 有陰有緣世間滅 那因跟緣是什麼 基本上 世間疾 為什麼出現 有煩惱有業 那這個是苦嘛 簡單講說會有苦 有煩惱 有業 那麼如果以生死來講 業就是因 那麼為什麼有業 因為有煩惱 煩惱是因有業 業是因有苦 業是因有生死 生死是因有苦 就這樣 所以一直往前推嘛 那為什麼有煩惱 因為無名貪愛 為因 無名貪愛為因 起種種的煩惱 就是由無名貪愛 帶頭 起種種的煩惱 無名貪愛為因 起種種煩惱 為果 那麼 種種煩惱 為因 造種種的業 為果 種種的業為因 成就種種的生死為果 種種的生死為因 受種種的苦為果 苦果 其實就是這樣 那你 你依佛法的就是往前推 往前推 一直去追查那個因緣果 所以據舍論在講什麼 據舍論就在講 有肉的原因果 跟無肉的原因果 他就是整理所有的這一些 那麼 把它 把它從佛法的緣起的角度 有肉的原因果 無肉的原因果 從有肉的果開始說 因為有肉的果是現狀 我們現在這個叫做有肉的果 是現況 苦果 那有哪一些有三界六道 就講這個啊 講世間品啊 世間是怎樣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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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麼情況 那 然後再來講是什麼 那這個果什麼來的 從業來 就講種種的業嘛 有什麼業什麼業 你看起舍論 他就是這個 他就是這個次第而已啊 這次清菩薩厲害就是這樣 把那麼多的東西 簡單整理從緣起的角度 有肉的原因果到無肉的原因果 修行就是從有肉到無肉 從緣起的角度 有肉 從果 現況 是這個樣子 那什麼原因造成的 業 那就跟你講分析有哪些業 有什麼樣的業 那麼這個 定業不定業 實定據不定 報定據不定 一手業 隱業滿業 就這樣講這個 他跟你分析這個嘛 讓你了解 當然 《阿蘭經》裡面通常沒講這麼多啦 阿比塔摩就分析得很細 那麼業怎麼來的 有煩惱 種種的煩惱 什麼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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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告訴你這一些 就有肉的原因果 那知道這些做什麼 因為你要滅苦嘛 你要滅苦要知道那個苦果怎麼來的嘛 是有苦因是什麼嘛 一直推推到前面就是什麼 就是我見我愛嘛 根本嘛 好那現在問題來了 已經知道了 那要怎麼滅 用什麼方法來滅 就好像有病嗎 那知道這個是什麼病了 用什麼方法去治療 一樣的道理 好 那麼 無肉的原因果 就是定跟會嘛 果是什麼 他要從無肉的圓 無肉的圓 無肉的因 無肉的果 那圓就是定嘛 那依這個定 成就這個會嘛 會是因嘛 會是解脫的因嘛 無肉的因嘛 那會怎麼啦 要有定嘛 那有哪些定 就跟你講 有哪些定 那有哪些會 定要成就會的嘛 那有哪些會 跟你講跟你講 跟你講這些會 然後成就什麼果報 就四雙八倍 那麼出果斷什麼煩惱 二果斷什麼煩惱 三果斷什麼煩惱 四果斷什麼煩惱 你看據守論 他基本上就講這些喔 那 一樣啊 那你把 放到阿安經裡面來 他沒有講那麼細而已啦 他一樣在講這些 有因有緣事間急 有因有緣事間面 所以我常講你法跟法要通嘛 那麼 其實佛法講的道理都是一樣的 如果你發現你 你學習的佛法 沒有通到無我來 我告訴你那個一定是 除非他講的 也可以是佛法 但是那個不是 就是 就是說 因為人天正也是佛法來的 人天正他沒有講解脫 他也是佛法來的 他就是告訴你不剁三二道的方法 比如說像地上經 他沒有牽涉到無我這個 他比較沒有牽涉到無我這個層次 他比較沒有牽涉到無我的層次 但是他也是佛法 就是他告訴你怎麼樣不剁三二道 他告訴你這些因果也不好的道理 那麼 但是佛法的核心 我們如果講佛法 覺悟的方法 叫做佛法 覺悟的真理 佛法重點就兩個嘛 真理是什麼 怎麼正到這個真理 真理就是 緣起無我嘛 如果講這個叫做覺悟的 佛是覺者嘛 如果講覺悟的法 佛守覺悟的法 能夠通到覺悟的法來講 那麼一定是無我的 一定要跟無我相應 如果沒有跟無我相應的 那個不能稱為真正的佛法 其實 這麼說的 那麼這裡其實就在講這些嘛 就是你生死到底 生死 簡單講白話講 生死怎麼形成 解脫怎麼可能 就講這樣 佛法就講這個 那這個就叫極跟滅 生死怎麼形成的 解脫生死 解脫就是解脫生死 生死就代表要受苦 生死怎麼形成 五運極 色受想行事極 這個是生命 生命就是有生死 生死怎麼形成 解脫怎麼可能 這個就講的滅 色受想行事滅 所以他這裡開始說 雲兒色滅 色受想行事滅 多聞聖地子 受諸苦樂 不苦不樂 受 受 他從這個受 因為受是情感作用 那麼我們的眾生 有情 兩個特點 有情勢 分別 有情愛 直取 分別種種的境界 直取種種的境界 這個是特點 生死的根源在這裡 那這種分別 是虛妄分別 就是錯誤的 錯誤的 不正確的 了別 是就是了別 不正確的去了別 不正確的分別 這種直取 是強烈的直取 就是說 一種錯誤的直取 虛妄的分別 加上錯誤的直取 導致 痛苦生命的形成 虛妄的直取 這個為止就叫做虛妄分別 虛妄的直取 不真實的嗎 不是這樣的 你卻認為是這樣的嗎 就是錯誤的直取 加上虛妄的分別 那麼這個就導致 生命 痛苦生命的形成 三界六道的輪迴 那麼所以他從這個受 那麼受是情感作用 苦受 樂受 不苦不樂受 情感作用是眾生 有情眾生跟無情眾生 主要的差別就是 情勢 就是情感 有情勢跟有 有這個情感 就是有這個意識 有情 有這個情勢 還有這個情愛 就是情感作用 情勢跟情愛 有情勢跟有情愛 形成有情的兩個 主要原因 那麼這個就是我 見跟我愛 有情勢 基本上就執著我 以我為核心的 有情愛就是貪愛 以我為核心的 這種種境界 與我有關的 那麼這個都是從受 受諸苦 受有苦樂 不苦不樂 那麼你如實觀察 這個受 這個情感作用 那麼基本上受想型 都是一種情緒作用 情緒作用 心鎖嘛 心鎖就是種種的情緒 種種的情緒 那麼 以前 儒家 是不是儒家也不是清楚啦 就是說 中國 古代的人把我們的情緒作用分為七種 喜怒 喜怒哀樂 愛物欲 七情六欲 就七情 主要是講這個情緒作用 喜怒哀樂 愛物欲 那麼印度基本上就是受想型 那麼心鎖 那麼如實觀察 受極受滅 那麼極跟滅 未換禮 我們講到未換禮 那麼這個未 未就是未走 就是貪愛 那我們的 我們的 說我們生死的根源就是 我們 子取 因為你有 你子取種種的境界 來鞏固 我愛是鞏固我見的 那麼我見就發展出我愛 就是這樣 以我見發展出我愛 然後 這個 以我見鞏固我愛 以我愛鞏固我見 又以我見發展這個我愛 生成種種的我愛 跟你有關的 你都會比較直取 跟你無關的 你就比較不直取 基本上是這樣 這個是我見我愛 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 那麼 也因為這樣 那麼導致於你 不斷在 這個 我見我愛上 就不斷起種種的煩惱 種種種的業 那麼你了解了 這個受 情緒上的 我們就受想行 受是情感作用 情感的作用 想是認識作用 取向認識作用 行是意志的作用 就是說我們說這個是所謂的 西方人叫做知情意 那麼簡單講叫做心所 心的作用 情緒作用 種種種的情緒作用 好 那麼 你了解了 觀察 那麼 受 生起的時候 這情感 就是這感受生起的時候 如實觀察這個感受的生起 這個跟這個 就是你 如其事實的了解 就是先觀察 然後了解 然後深入 然後你才能夠採取步驟 怎麼樣讓他 已經生起的可以消失 觀察受疾 受滅 生起 我們講 生跟滅 這個疾跟滅 基本上就是生跟滅 問題是 生之後 一定有滅 滅之後 會不會再生 就是要看你是 取什麼步驟 這個問題 比如說我們這個痛苦 一定有 一定 在這個人生上面 一定有痛苦 問題是 痛苦之後 還會不會有痛苦 這個取決於你 怎麼對待這個痛苦 怎麼處理這個痛苦 這個生命 生之後一定會死 生死之後 會不會再生 就是這一生完了 還有沒有下一生 是怎麼樣的下一生 取決於你這一生 怎麼處理 你這個生命問題 那麼一樣 這個問題 這個痛苦的問題 完了之後 還會不會有下一個 痛苦的問題 取決於你怎麼樣 正確地看待 對待 這個問題 一樣的道理 你好好想這件事 你就知道了 佛法 你看 即使是六十二經 這本經 它也不是 離我們生活很遠的 只是我們 如果沒有把它放到 我們生活裡面的話 我們就會覺得 這個也不是要做什麼 讀這個又不能解決我的煩惱 它可以解決你的煩惱 是可以的 所以 如實觀察 重點就在你不如實觀察 那問題是什麼是實的問題 什麼叫做如實 如其事實 如其真實 那因為我們看到的 不是真的 我們以為的 不是真的 其實是這樣 我們被騙了 被自己騙 被境界騙 被現象騙 被習慣所騙 被煩惱所騙 被習氣所騙 那所以叫做無名 無知 好 那麼你如實觀察 受疾受滅 受慰受禮 好 疾跟滅 那麼這個滅為什麼可以滅 我們來講這個問題 滅後為什麼可以不生 因為重點就是貪愛跟直取 就愛取有 有就有生 這個叫做有 五韻就是一種存有 存在 五韻是一種存在 所以我們這個有 三界六道都是一種有 欲有色有無色有 那它是一種有 愛取有 有這個生命 有這個生命 這個叫做一夜而有嘛 一夜報生嘛 它就是有 有從哪裡來 從愛取來 就愛取有 愛取有 那取是因為愛 如果不愛就不會取 不愛就不取 有愛才有取 那愛從哪裡來 從受 觸受愛取有嘛 他就講這個啊 就是你的貪愛心從哪裡來 從境界 對境界的 看法 跟處理 因為你看錯了 那你 就好像說 你把蛇 你把繩子看作蛇 你把數月看作鈔票 人家在底下撿數月 你以為人家在底下撿你的鈔票 那個觀念就不一樣喔 所以一樣 那麼你直取 所以 你有 存在 有是一種 我們現在是一種存在 那麼你的有從哪裡來 就從貪愛來 為 為就是為著 懶著 它是一個形容詞而已 那麼 他就是貪愛 直取的代表 貪愛直取的代表 那你沒有如實觀察 你沒有如實觀察 你才生貪愛 生起了貪愛 你不知道他的過話 你就不會控制 你不會 你沒有覺察到 你就一直一直去啊 就好像 這個東西很好吃 那麼 你不曉得 這樣一直吃下去 比如說 我們只是舉例啦 比如說 麥當勞 那麼 因為他有很多不健康的 那麼你只是貪他的味道 可是這個吃下去會造成你 就是你吃多了 那麼會造成你血管阻塞 或是你這個煙 吸多了 會造成你的肺部不健康 或是你酒喝多了 會造成你的肝不好 但是你貪著那個味道 那麼你貪著味道 你沒有 你沒有去察覺這個 這個不能一直這樣喝 你不知道他的過話 你就會一直喝 順著自己的喜好 習慣嘛 你就一直喝一直喝 一直抽一直抽 一直吃一直吃 那麼他就 就是不知道他的過話 那你不知道他的過話 你就不能遠離這樣的貪案 就是你不會控制 就前提都是因為你不知道 那你知道的 你要 你知道的 你要聲明他的過患 即使是這個過患 你要如實之 就是說 我如果 所以佛陀有說 其實佛法就是調腐煩惱而已 調腐浴灘 這個就是 這裡的味 就是調腐浴灘而已 所有的佛法都在講 怎麼調腐浴灘 但是 他就跟你講 你還要明白 那為什麼要調腐浴灘 如果不調腐浴灘會怎麼樣嗎 那你要知道 我為什麼一定要控制煩惱 重點是要斷除煩惱 可是你不是說斷除就斷除啊 斷除之前要先調腐啊 殺賊之前要先敷賊 這個阿安經也是有講 斷除煩惱叫做殺賊 煩惱是賊嗎 阿羅漢就是 阿羅漢 阿羅漢就是殺賊了嗎 就斷除煩惱了嗎 殺了嗎 那麼殺賊才能無聲嘛 煩惱動作才能無聲嘛 殺賊之前要怎麼樣 要夫賊啊 夫啊 把賊綁起來 調腐啊 夫賊就是調腐啊 也是阿安經講要夫賊啊 這個就是調腐煩惱啊 要夫賊之前一定要怎麼樣 要先把賊控制住啊 你沒有把他控制了 你怎麼綁他 你不綁他怎麼殺他 那你要把這個賊綁起來之前 你要怎麼樣 要明白知道誰是賊 賊在哪裡 要是賊啊 要了知道什麼是賊 賊在哪裡啊 不然你要綁誰 那賊在哪裡都不知道 進出家裡面 煩惱進出 我們的生命 拖走的是什麼 你的慈悲 你的智慧 你的忍耐 你的不思 都拖走的就是這些啊 就是拖走你的功德嘛 那一樣嘛 那麼你的煩惱 進出你的生命 就讓你流失掉你的 因為我們會做人基本上 都是有一些善性的 都是有一些功德來的 過去具足功德來的 那麼我們做人又學佛 是具足善緣來的 就是你一定有善業跟善緣 你才會做人 得人生學習佛法 一定是這樣喔 你有善業但是你沒有善緣 從佛法講 你沒有這個善緣 你還是不聞佛法 得人生是得人生 你生天上也有善業啊 但是他就不一定有善緣喔 生到邊地 沒有喔 但是做人一定有善業 但是有善業不一定有善緣啊 那我們現在做人有善業有善緣 就是我們一出生 就擁有優勢 但是你如果 你如果不注意 做癡也會刪空啊 慢慢慢慢這些優勢就流失掉了 為什麼 賊脫掉了嘛 賊是什麼 煩惱啊 你就增長你的煩惱 一天流失一點 一天流失一點 你的善業就不 為什麼會剁三二道 就是這樣 富有的人 富有的人為什麼後來會淪落做乞丐 也一樣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算是富有的人 得人生又學習佛法 從整個六道來講 我 我們叫做富二代喔 上一代也是我們啊 但是我們 繼承我們自己的遺產啊 你繼承的不是你父母親的遺產喔 都是你自己 上一生修學來的遺產 那有的人也許是負債大於資產 有的人資產大於負債 但是都是 有一些欠 有一些有 好 整體來講 我們的資產大於負債 所以才會做人 才會做人 但是如果你不注意 放任那個賊 偷一點偷一點偷一點 就慢慢慢慢你就越來越貧窮 就是你的德性就開始喪失了 慢慢慢慢 你就可能會墮上那道 其實是這樣子 那這個過患 就佛陀講你一定要了解 如果我不對治他 那會有什麼樣的過患 要想清楚這個也要如實觀察 這個也要如實觀察 我到底在執著什麼 就好像 人家那個醫生 手術 那個 兩顆 就是 兩顆腎 腎是幾顆 一顆而已 兩顆嘛 兩顆腎他 壞的那一顆 不割割到好的那一顆 也有這樣 兩隻腳這一隻 蛋的不割割到那隻好的 也會這樣 有時候你不如實觀察也會這樣 該斷的不斷 不該斷的就把它斷了 會這樣 佛法上也有這樣的 該斷的不斷不斷的不該斷的就把它斷了 就是你沒有找到那個 到底到底問題的癥結在哪裡 那 為也要如實之 你到底執著些什麼 為著貪愛些什麼 執取些什麼 那麼 他到底有什麼過患 那麼 這些過患 已經有的 還沒有的 將來會有的 那麼 有些發生在別人身上的 你看就知道有什麼過患了嗎 就是不能忍耐 起來會怎麼樣 你看得到嗎 你觀察 那發生在自己身上的 我曾經也因為這樣 然後怎樣怎樣 你就馬上說 不可以這樣 這樣其實不能解決問題 而會製造更多的問題 你就知道這樣是錯的 你要知道那個過患 如實觀察 那麼你這樣你才能夠什麼樣 你才能夠依方法 遠離這個貪愛 執取 那麼 主要貪愛就是我愛 執取 貪愛執取基本上就是由我愛我見而來的 執取是比較深的 比較深的貪愛 執取這個愛 那麼基本上就是我見我愛 那麼你知道了 你知道了那麼你就會運用方法 這些方法就是 這個 所謂的三十七道品 你修世念醋啦 修什麼 反正就是你有赤地 然後就遠離這樣的貪愛 執取 才能遠離這樣的貪愛執取 那這個就是怎麼樣遠離的過程 就是我們 我們說的你要先 控制煩惱 戒 調伏煩惱定 斷除煩惱 會 當然會有好幾個層次 就是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 一界定會 洗滅貪生之 其實就是這樣啊 這個道理它就是這樣而已 修行 雖然後來 這個很多套理論 很多個部派 很多個祖師 提供不同的修行方法 但是不管怎麼修 怎麼修 他都是 不離開這個範圍啦 不離開 用什麼方法 斷除什麼煩惱 那麼要用什麼方法 斷除什麼煩惱 第一個要先知道什麼是煩惱 什麼是斷煩惱的方法 那麼要斷到要修到怎麼樣程度 才是究竟原毛把煩惱永遠斷除 要不然你斷除煩惱是斷除煩惱 你會得少為主 你得出產 調伏煩惱你就以為得出國啦 你到了無色界定你就以為得涅槃 你會這樣 所以你 雖然你有斷除煩惱 但是 就是說 一般你真的斷除煩惱你不會認為 這個已經究竟 不會 那麼 就是說你 你只是調伍煩惱你就以為斷除煩惱 那個就是你對煩惱的認識 不爭 那你對於這個 你認為你已經斷除煩惱 其實是沒有 那麼很多外道憲法涅槃他就是這樣 他沒有斷除煩惱只是煩惱押注不起而已 調伏住而已 他只是調伏住而已 很多得無想定的非想非為想定的 他都以為得涅槃了 他以為得涅槃了 那麼這個基本上就是 他們還沒有如實知 什麼是煩惱 還沒有如 那 煩惱的過患 當然你知道了 你知道他的過患你就會遠離了 你真的了解這個東西吃多了對我身體不好 會讓我很受苦 就算要吃你也會 很謹慎 不會多吃 真的 就是有時候攤起來 你也不敢多吃 還是吃但是不會多吃 他就處在一種調伍的階段 控制的階段 那麼慢慢慢慢慢慢 你越來越明白 你就越來越不會去吃了 真的會這樣 好 所以他這裡講 就是 你 如實觀察 受其滅 未患禮 講這個 如實觀察故 受樂著滅 因為 你 你 未 你知道 你 執著在哪裡 那麼 這個 你又知道 你執著的過患 所以你就會怎麼樣 遠離這種過患 你就會想盡辦法 遠離這種過患 就好像這個人 這個人 我覺得這個人不好 跟這個人 會被他帶壞掉 像被煩惱帶壞掉 我就想辦法遠離他 一樣的意思 你不會說 你真知道這個人不好 還每次去找他 那不可能這樣 每次他來找你 你還都跟他出去 那每次煩惱來找你 你都還跟他一起 那你絕對不會這樣 你一定會提防他 那麼沒辦法 忌決 就是有時候 心做不了主 也會控制 所以 於受 勒卓滅 卓滅固 這個就是愛卓 懶卓 那麼 取滅 就是 愛卓就是愛 愛卓 愛取有的愛 那麼 你不貪愛了 那麼你一定不會直取 這個東西你很喜歡 喜歡的層次 到你必須要擁有它 不擁有它你會很難過 那個就是取的地步了 直取 那麼取滅固 因為不愛就不取了 有愛就有取 那麼沒有取 當然 就沒有什麼呀 沒有這個五韻生 因為 是由愛取來的嘛 是由愛取來的 現在這個五韻生不會製造下一個五韻生 現在這種苦不會製造下 下輩子的苦或是下一次的苦 現在這個煩惱不會製造下一次的煩惱 現在這個問題不會延伸下一個問題 其實就是這樣 這個當然要 你有智慧 非常有智慧 那智慧是學習來的 是經驗來的 那一開始沒有那麼有智慧 不過透過不斷的訓練 不斷的這種 不斷的這種 一次又一次的控制調伏 控制調伏 你慢慢越來越純熟 真的 你就會發現到 我會有煩惱 但不會有很久的煩惱 我會有煩惱 不會有很大的煩惱 真的 你發現到 我有煩惱 但是我已經學會 怎麼控制煩惱 而且我很容易發現 這個是煩惱 我又起煩惱 你會發現到這樣 那如果沒有你只會發現到 你又來給我 你又帶來給我煩惱 你又來給我找麻煩了 就變成這樣 就是說你一開始你的心都在靜上 都在這些 取著這個靜 直取這些人事物上面 那麼 重在你的感受上面 而沒有了解 我這個感受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那麼你非常重 多數的人都非常 重視自己的感受 那麼自己的尊嚴 都自己的權益 基本上都是這樣 我的感受 我的尊嚴 我的權益 非常重視這個 可是沒有深切去了解 這一些感受 這一些你認為你的尊嚴 你的權利 到底是什麼 到底是怎麼生起來的 你一直直取它 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或會帶來什麼樣的後遺症跟副作用 這個就是苦啊 種種的苦 這個其實就是 你直取之後的後遺症跟副作用 當然它也有熱喔 它會產生少許的熱 比如說 比如說你很生氣打了他一巴掌是不是很爽 很爽啊 對不對 你把這個很討厭的人打了一巴掌罵了回去 讓他哭著回去 你可能會心裡面有熱壽 可是你要知道 這個熱壽背後就好像你吃那一些吸毒 它也有熱啊怎麼沒有熱 熱壽可好了 可是吸毒之後呢 他會養成習慣 你下一次面對所有的人你就認為這個是你解決的問題 那麼你就覺得這樣 這樣很爽快 可是你沒有知道 遇到一個人打得你更厲害 或是他背後陷害你 他有很多後遺症 先不講報復這件事 單單你自己因為這樣造成你的承認心增加 你的惡業增加 他自然而然你就會受火爆 真的 舉個例來講 比如說就算這個人沒有能力打你 你也可能去撞到牆跟他怎麼樣 然後你就會受痛苦 他夜上是會這樣子 那所以 你你不曉得這一些 你不真正了解他的過患 他有什麼樣的副作用跟後遺症 你就貪著在 現前的那個熱壽上 那一樣啊那這些煩惱就會加重 雖然維護了你的尊嚴 鞏固了你的利益 讓 這個這個就是 讓你的感受 變得比較 比較美好 可是 你不曉得他的過患 他的後遺症 他的副作用 正在漸漸的什麼 急遽 醞釀 你以後要為他付出代價 你沒有好好想 沒有好想 為什麼要搶銀行 搶到了就賺到了 對不對 為什麼要吸毒 那我太煩了我沒有辦法解決 我吸毒了什麼煩惱都沒有 為什麼要喝酒 一樣的道理啊 那麼這些基本上都是一種 離苦的階段 就是說你要解決苦啊 可是你的方法是不對的 你受到羞辱它是一種苦啊 你要解決不解決 解決啊 我解決的方法就是 我羞辱回去 讓他知道這種苦 他以後不敢再怎麼樣 不敢再羞辱 當然 這個也是有效的方法 有效喔 但是問題是他有後遺症跟副作用 我們講嘛就好像你失眠吃安眠藥有沒有效 有效啊 頭痛吃止痛劑有沒有效 有效啊 你心情煩的時候打一劑馬灰有沒有效 有效啊 怎麼會沒效 問題是要效過後 要效過後 痛苦就開始來了 後遺症就來了 那麼這個境界過後你累積 而且你會覺得這個是正確的處理方式喔 所以慢慢慢慢你累積的業越多 越來了 我告訴你 你不受苦都不行 越成熟 就是我們這樣 因為我們說第一個就是無知嘛 最重要就是因為無知 而造業 無知而造業 不知道要停止 而且還拼命做 就好像殺生祭祀嘛 佛陀就講過了印度很多啊 殺生祭祀啊 他認為這個是增加福報的方法 無知嘛 借進取嘛 越有錢越發心 殺越多 那麼 殺了之後他不曉得 後作力 就是副作用在後面 那佛陀講嘛 殺生祭神 神也不受用 沒有福報嘛 因為你也沒有真的幫到神嘛 神又不吃這個東西 被殺的眾生實際上受苦 你要 你要讓他享用的神實際上也沒有享用到 然後 你被你殺的眾生實際上受苦 所以 殺生祭神 神也沒有受用 你卻要因此付出 痛苦的代價 因為你讓眾生受苦 於神無用 但是於眾生卻怎麼樣 受苦 那麼到最後苦的是誰 是你 越發心 殺越多 以後受越重的苦 所以有時候你會 有一種莫名其妙 受苦的現象 就是因為你無知而造罪 你就是 你就是 愚痴 然後一直造罪 你以為 這樣好 這樣對 實際上 這樣 你做的是在傷害你自己的行為 但是你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 所以無知而犯罪 不知道停止 無力的還知道要停止 只是沒有方法 或是沒有力量 那你既然知道 我無力你就要趕快增強自己的力量 很多人無力之無力 我也沒辦法就這樣啊 我生下來就這樣啊 大家都這樣啊 給自己找方法 那沒有辦法 那你 你這個雖然是知道但是你還是 一種無知現象 因為你不找方法你沒有積極 去找對峙的方法 去努力去實踐 你沒有 你只是因為 我也沒辦法 生下來就這樣啊 我一直以來都這樣啊 這個就是我的個性啊 很多人是這樣喔 那我告訴你這樣沒辦法 這樣你還是會一直受苦 那這個就是因為你為什麼會因為無奈而受苦 也沒辦法啊 那你就要受苦啊 所以你 既然 知道了 這個是不對的 那你一定要想辦法 克制他 那麼既然 你知道 我心力提不起來 一定要想辦法 怎麼樣增強自己的心力 你要用盡一切辦法 就好像你陷在那個泥腦裡面 你知道這個一直陷下去 一下子就沒有呼吸了 要想盡辦法 往上拉 用盡一切的辦法 想 你只要努力一定會有辦法 一定會有 而且佛法已經提供那麼好的辦法 你就好好的去理解 你不用自己想辦法 你就去找佛教裡面告訴你 就是你去思維理解 佛陀到底都是怎麼告訴你離苦的 你只要去把它弄清楚就好 所以叫做多吻嘛 那麼多吻你就有智慧 有智慧你就有力量 有力量你就有信心 有信心 你就怎麼樣 漸漸 信盡念定會嗎 你就會願意努力嗎 那你就會朝著 控制煩惱 調伏煩惱 斷除煩惱 所以這個叫做信盡念定會嗎 不是就是這樣嗎 不跟無力啊 好 那往底下看 所以他這個講 那麼 酌滅故取滅 酌愛酌啦 這個就是愛 取 取滅故有滅 有滅故生滅 你沒有那個業 沒有積居未來生死的業 當然未來就不會有生死 所以故生滅 就不會再生 生滅 不會有生 生沒有就沒有死 沒有生死就沒有老病 生之後是老老之後是病 病之後是死 當然也有從生剛出生沒多久就死了 就病死了 他沒有經過老他就死了 不過老就是 你出生 你出生第1秒 你出生第1秒就比你肚子裡面還老 出生第2秒就比你第1秒還老 基本上 也可以這麼說啦 不過老基本上就是 已經要在死之前的狀態 但是很多人還沒老 當然也有 阿安經裡面也有解釋什麼是生什麼是老什麼是病 那麼 老他就是說已經年紀不如老年的那一種了 但是真正要講老 就是我們 每分每秒 刹那刹那刹那變老 今天 就比昨天老 是不是 明天又比今天老 今年就比去年老 明年一定比今年老 一定是這樣子嘛 老病死 幽悲 老苦 我們說 可以這樣看 幽苦悲苦 老苦 那不過 這個南傳的基本上把它放作 幽悲 老苦 四個 但是我們可以看是三個就是苦 這個苦包含著 生 老病死 幽悲 七苦 那 這個都是因為有這個生命不斷在變化 五因赤聖 其實五因赤聖 五因赤聖是根本 是根本 那麼分開來就是生老病死 幽悲悲悲 那我們說的就是 生老病死 願政為愛別你求不得 基本上就是這樣 加起來就是八苦 那其實五因赤聖是總說 其他的是別說 那其實就是這裡講的 生老病死 幽悲悲悲苦 那麼 如是純大苦聚 純大苦聚就是這個五因生 那麼 皆息得滅 就是一切的苦 這個五因生產生出一切的苦 也可以說這個生死 輪迴 無盡的生死輪迴 這一生完了還有下一生 下一生完了還有下一生 每一生都有他的苦 每一生都有他的苦 那麼這一些 整個輪迴叫做純大苦聚 從一生來講 我們這個身心叫做純大苦聚 所有的苦不離開 來生苦辛苦 都由這個身心而有 那每一次的身心都有苦 就算你生到無色界八萬大節 非想非非想八萬大節都不受苦 那麼八萬大節下來還是受苦又辛苦 所以 那麼這一切苦 純大苦聚皆息得滅 就是一輪迴而有的種種苦 不會再有 世民色 滅受想行事滅 就是這個五因生人 就是這個有不再有了 欲有色有無色有都不會有 三界六道都不會有 世故比舊常當休息 方便禪師 內疾其心 他這裡常用的就是 你要禪 你要禪修內疾其心 內疾其心的作用是什麼 要如實觀察 精情方便如實觀察 那麼就是要怎麼樣 我們常常講的 要塑塑思維 觀察就是一種思維 那麼你要如理思維 要專精思維 要塑塑思維 一遍又一遍 一次又一次 努力再努力 精進再精進 那麼這樣 去理解這個道理 去修正 對峙這個煩惱 對峙煩惱 其實要用很大的耐心 跟堅持才有辦法 要不然 常常都會退轉 沒有幾次就失敗了 投降了 去白起投降 那麼就會這樣 那麼 你真的在對峙煩惱的過程 你會覺得非常累 但是 你看到自己 可以控制煩惱了 你就會覺得 那麼 很有希望 自己很有希望 那麼這種信心會帶動你願意再繼續努力 其實是這樣的 那麼 所以 你也不要一開始 就要滅我見我愛 我告訴你這個沒辦法 先控制 先控制 那麼先從你自己 因為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有什麼煩惱 先從你自己這一些 你覺得 你覺得可以調伏的煩惱 那麼先調伏 那麼 不能調伏的先控制 這樣就好 那麼我們有很多煩惱 我們有非常多的煩惱 嫉妒 錢貪 易怒 怨恨 非常多 到底人有多少煩惱 這個不怕講的是不一樣的 那一般我們就用白髮裡面來看就好了 就有善的新手 惡的新手 那有哪些煩惱 那 但是 只要是讓你心不安定的 那麼這一些情緒性的 基本上要先對峙 那麼你 特別是承恨心 特別是承恨心 承恨 嫉妒 怨恨 那麼這一些要先對峙 那麼你沒有辦法把它斷除 但是你要先明白 明白 我 會有這種煩惱 我有這種過患 那我一定要 你一定要告訴自己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克服他 而且一定要告訴自己 我一定能克服他 接下來就是找方法而已 要不斷的找方法 並不是第一次就會成功 沒有 愛迪生在發明電燈泡 用了一千次 不知道幾千次 我忘了 那麼才成功的 那每一次的失敗都累積下一次的成功 你就知道這個方法 沒有用 就是 效用不大 你就知道 應該再另外找方法 就不斷進行不斷試 你願意不斷的試 因為也沒有 一定要怎樣 當然 你可以減少 網路就是 你多聞訊息 不斷的了解 那是了解了之後 你有可能沒有辦法正確的 正確的理解他的意思 所以 你 試了之後 你再回頭過來 校正 他 這樣講到底是什麼意思 比如說 舉個例來講 你讀經 你讀到普門品 你有稱認心 你讀普門品 普門品跟你講 你常念觀世音菩薩 就可以離稱 結果你回去 稱心起來 一起念觀世音菩薩 剛開始有效 因為你念觀世音菩薩的時候 你就忘記稱恨心了嗎 你就覺得觀世音菩薩把你的稱恨心 調伏了 這個觀念是錯的 只是你在念觀世音菩薩的時候 你就忘記念那個人了 那麼暫時被調伏 沒有緣嘛 相序 所以他就慢慢 你就以為這樣有效了 其實不是 其實不是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你念觀世音菩薩要念觀世音菩薩的功德 念佛要念佛的功德 念菩薩要念菩薩的功德 這觀世音菩薩有什麼特殊的功德 慈悲 那麼你 所以你以後就知道 原來念觀音菩薩是要生起悲心 那生起悲心是怎麼樣生起悲心 你會對 你會對一個富有的人生起悲心嗎 對一個有智慧的人生起悲心嗎 對一個解脫的人生起悲心嗎 不會嘛 一定是對那個越可憐 越煩惱 越可憐的眾生生起悲心 那他為什麼可憐 他被煩惱所束縛嗎 他被煩惱所控制嗎 被煩惱束縛控制就算了 他還不知道脫離煩惱嗎 你看這個人可憐可不可憐 那傷害你的人就是這種人啊 不然呢 是不是 他因為他的煩惱 他被束縛了他沒辦法 他隨著煩惱在起作用一直照頁嘛 所以這種人是可憐的 那麼所以你可憐他 你從這樣去理解 你這樣念觀音菩薩 你就能除撐 因為你撐的對象 感覺到他不可惡啦 他可憐啦 你就不會撐了嗎 是不是 那你就是在休閒在找方法的過程中 你沒有如實 去理解 他跟你講的意思是什麼 所以你才會 這個方法還是有效喔 但不真正治本啊 你念觀音菩薩也是有效啊 因為你正專心念的時候你哪會去念這個人多可惡 那個撐心就習下來的嗎 但是這個只是轉移而已喔 這個只是轉移 暫時轉移 調伏住而已 石頭鴨草鴨住而已 那麼真正的念觀音菩薩 不是念觀音菩薩的名號 是念觀音菩薩的功德 他的功德是以大悲心為代表 大悲心就是 知道這些眾生的可憐 其實是這樣的 你看到他的可憐處 你就不會一直想他的可惡處 其實是這樣 那麼可憐你就覺得 你就不會跟他計較 一樣是這樣子的嘛 那麼 所以這裡一定要怎麼樣 我們講 就是他 你養成習慣 內疾其心 精情方便 如實觀察 重點要如實觀察 你一定會去找方法 那這個方法經過不斷的試驗一次再一次的試驗 你會越來越知道越來越明白 因為你熟練了 你熟練了 就好像愛迪生在發明電燈泡一樣 用了 用了很多次 一千多次 燈泡都不亮 用了用了忽然之間 燈泡就亮了 真的 想了想了 喔原來是這樣 豁然開解 會有 你會 喔會有這樣 喔原來是這樣 那麼 一知道就知道了喔 一知道就知道了喔 那麼你後來就越來越順 障礙就越來越少 束縛就越來越鬆 不會那麼緊 還是有束縛但是不會那麼緊 痛苦的時間會縮短 痛苦的次數會減少 痛苦的程度會減輕 為什麼 因為你的煩惱的時間縮短 煩惱的次數減少了 煩惱的程度減輕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你智慧增長了 其實就是這樣而已 好 那麼這個講到 那麼佛說曾經理 吳佛說說翻習奉行 好那這個是六十二經 那麼其實一本經 你不要只是看他表面的文字 那你好好的去思維 其實 每一本經都足以待向 待你向解脫 真的 特別是阿含經 雜阿含裡面 每一本經都足以待你向解脫 好 我們合掌 回向 願以此功德 撲擊於一切 撲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說不及待藍 Tab兩天 今天請讓我�助